之前亚运杨淑娟事件的影响 影响到了很多人 可能不太愿意去韩国旅游了 所以旅行社的业绩一下子掉了五成 要刺激大家去韩国 现在祭出了半价的促销优惠 但是有一些 比如说本来可能是必游的景点 现在距离南北韩的交界太近了 已经暂时去不得了 韩国的部分 因为外交部目前公布的是灰色警戒 一早就狂接50通电话 通通都在问韩国到底能不能去 原本羊熟军事件 影响到民众到韩国出游的意愿 旅行社赶紧推半价促销优惠 希望可以刺激买气 没有想到南美韩线在战火区接连开 出国业绩现在一下子掉了五成 从羊熟军事件以来 其实询问电话明显的减少 大概五成左右 因此我们才会推出 半价优惠的一个活动 两韩招火的新闻发生之后 也有部分民众打电话来询问 是不是可以退费 旅行社强调 外交部在还没有发布红色警报之前 团费还是可以依照合约退费 不过12月以后都是旅行忘记 业者也趁机做促销降团费 强调主推地方 跟看一站的延平岛 还是有段距离 首尔滑雪五日团 原价一万七千块钱 现在下沙一万五千五百块钱 第二个人还可以省三千元 有旅行业者推第一个人 一万八千九百元 第二个人就有半价优惠 七周到四日游更划算 一万一千九百元 现在下沙到五千八百八十八元 比五折还要便宜 目前在韩国玩的旅客还有三四千人 不过全联会强调有些地方 已经叫旅行团不要参观 必到的像板门店之类的 那现在因为某些条件的限制 所以现在我们的团体 基本上面都不会到那边了 乔绵一出国玩 不过还是注意安全最重要 中天新闻邓杰王菊金采访报道